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 Google Analytics网站分析 经由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分享过了一些大数据分析的方法 那我们先看一下 Google Analytics它已经帮我们分析了什么 那什么是不够的 这不够的部分呢 是不是你可以自己来去做出来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因为GA这个工具呢 它都已经帮大家分析好了 那可是分析好了什么 这些东西你们会不会 还有什么是你们觉得不够的部分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来讨论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回到我们的GA 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Power BI 它就不够的限制 也就是它下载的资料量 它会达到 例如说15万笔 它就不帮你去处理了 或者是里面有一些资料 产生错误 它就不帮你算了 不过我都会跟你们分享 所以大家都有脸书吧 不能用LINE 因为它不提供LINE 它提供的是 例如说社交网站 还有分析我们的脸书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我们的GA 看一下我们自己网站的GA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当然就是打开Chrome浏览器 打开Chrome浏览器 好 我先完整的登出再做一次登入好了 例如说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就先打Google Analytics 然后这个Google 这个Google没问题吗 Analytics 它是一个分析这个单字 可是为什么加S 加了S以后就变成一个学门了 就是一个分析的一个课程 或者是我们讲说一个 很多很多的分析的意思 好 那Google Analytics 这个网站点下去 它就会要求我们先做登入 所以你就先登入A 输入了自己的密码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登入到我们的GA 那这里面 例如说我有几个网站 我有几个网站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你要切换 切换自己的网站 而且GA 一个Gmail 一个Gmail账户 它可以管25个网站 好 所以点选它所有网站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你稍微看一下 它有一个基本的7日分析 7日分析 还有这边有一个时段分析 按照时段划分的使用者 他这样子讲 他因为是从英文翻过来 我们这样讲就是说 在这个时段 有多少的使用者来观看 请问这算是什么图 这算是什么图 类似像树状图 我们看那个时间而已 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时段看到是什么 是最多的 类似这样子 或者是你就把它想成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星期到星期天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时段的这种图 时间走图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它就有分你的来源 你的来源 甚至还可以看其他的 例如说是从那个所谓这个组织search 就是透过Google公司它的search找到的 或者是直接 直接因为知道这个网址 或者是经由社交 社交 例如说是来自于脸书 或者是来自于其他的那个什么Twitter之类的 甚至IG 如果你放到IG上面 这边也可以贴个网址 好 反正这就是社交 OK 还有其他 其他 那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直条图吗 我想你们都会 我觉得你们现在应该试着去把这些图先画出来 画出来 好 然后到时候去思考一下 我们在Power BI里面怎么做 再来 再来你就要开始进一步思考了 这些够了吗 你还想要再分析什么 例如说 他这个是不是分我们有很多个网页 例如说我当时做了十几张的网页 他是不是把每一个网页有被浏览的次数呈现出来 请问这会不会做 例如说客户 我们公司有 例如说七百个客户 七百个客户跟我们公司消费的次数算得出来吗 对不对 好 那还有像这个活跃的使用者 他就分活跃的使用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 例如说什么他分什么七日活跃使用者 那这样的话就可能是去看说 他来我们的网站不止一次 那你还要知道这个客户的ID 什么叫活跃使用者应该可以知道 例如说我们的客户 这个月有跟我往来 连续三个月有跟我往来 连续一年有跟我往来 这是不一样的那个亲书等级了 好 这样大概了解 他这边的活跃的定义 也就是那个关系的定义了 好 那算得出来吗 再来 这边是不是有 他以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 就是回访 回访就是说 这一周有来 下一周还来 好 那当我们会会希望说 假设这一周他来了 那第一周 他也来的比例占8.7 这样可以了解 了解他这边所算出来的意思 那这意思也就是在算关系 所以其实客户关系管理 好像是我们一个 以商业资料来看 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好了 那我现在我只是说 大概请你们思考一下 现在他画的这些图 他画这些图都是有意义的 可是这里面我们好像 因为欠缺了一点函数 可能你就不太会 不太会去画出有些图 好 那我觉得说 就算你不会函数也没关系 但是有很多东西 你要先去思考 假设你想要进一步的分析什么 他是没有的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那请你们就自己先去看自己的GA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不好看 那你就要自己负责了 至少这边有点起色就好了 因为一刚开始 有个两次三次 我觉得就可以了 可以吗 好 那个至少 至少我觉得应该有点起色了 好 请你们先动手 就来去先登入自己的GA 然后去看一下 我也要看一下你们的GA 因为等一下 我就要捞里面 捞里面的资料 来去画 在POW BI里面去画图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